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前年的资料来讲的话 目前光是在澳洲打工度假的台籍的青年年轻人 因为他们要求在31岁以下可以持这个所谓的打工度假 前者就超过了三万五千人之多 三万五千人之多 那近日呢我们又接到了一个这样子的案例 发现到我们这些 这些所谓的竹梦的台湾的年轻人 在所谓的竹梦掏金的所谓的想象底下 所遇到的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那等一下我们会跟我们当事人 昵称为艾伦这位先生呢 等下做一个连线 实际上有非常多的台湾青年到了当地之后才发现 就是劳动条件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好 就当然就是以当地合法理论上合法的金资来说的话 现在目前澳洲的最低薪资应该是16.87元 那但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所谓的他们说叫黑工 但是我们会说这叫做地域法定薪资 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些黑工呢 他们的薪水可能只有十星八块 就是基本薪资的一半 这是更少 那这是非常长时间的工作 可能是一天要12个小时 他们通常做的工作就比如说清洁工 或者是在餐厅的后厂洗碗 或者是像一些工厂的工作 那我们今天这个个案 Ellen他就是在85度C 在澳洲的85度C的工厂工作 他们那个是中央餐厨 那他们就是负责就是所谓所有的糕点 点干蛋糕 这些东西的原物料备就是准备这样子 那Ellen负责的工作是要负责去清洁 这些工厂里面所使用的机器的清洁 那但他遇到的问题是 当他接受受库的时候 他原本负责的讯息是 他的时薪是12块钱 那这个已经是远低于法定薪资了 那但是因为他在先前在旅行的过程中 他的旅费已经不够用 所以他只好就是驱救 他就开始工作 但是后来他领到了薪资 但等到他的薪水发下来之后 他还发现他实际上的薪水 大概只有8块钱 但是为什么是大概只有8块钱 因为这个是完全不清楚的状态 这是一个资讯不对等的 他的薪资单上面完全没有任何 就是他的工作时数 但是明明他在工厂工作是有打卡的 他自己也有记录他的工作时数 所以他的时薪是他自己的 记录下来的时数去换算 就是他才发现他的实际上 他领到了实际只有8块钱 但是对于这件事情 就是没有任何的人告诉他说 为什么他的薪水会变成这样 那后来他就是去询问之后才知道 就是原来说这个不合法的薪水 他还是实际上是有扣水的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会认为是 可能会有逃漏税的嫌疑 但是因为这个部分现在澳洲的公民工作监察署 他们一定有在进行调查 所以这部分我们就在前不谈 但是就这位个案而言 就是他的实际只有8块钱 对他来说他在澳洲是几乎无法生存的 你确切在85月自己工作的时间 是7月几号到几号 然后你实际上领到的薪水 跟你应该领到的薪水的差距是多少 大概 工作的期间7月14日到5月 会期大概三个月 7月14日到大概 就你每个小时时薪 对了吗 诶 请说 税后是8块钱 税后是8块钱 他们就正对就是说 你还是被保住的 就是税后是8块钱 8块钱 或者是说 没有 会期到现在 那 暂停一下 从之前到现在 背包客都是税后 零八块钱 耗币 85月15日都这样 从以前到现在都这样 好 请说 第二个问题 请说 好 那第二个问题是 你你们提到的那个 就是他说 你每个月领这样的薪水 你在澳洲过的什么样 过得很好吧 那两个月领域 你也提到 其实就是 就是 这个说 大帝 因为他们水后 莫流的两种8S新 两种8S的新 最大约是 650块钱的奥币 税后 那一个月的话 大概就是 11300 1300块钱的奥币 那我们这边的 时速是 像我早上去买一个 汉币 外型的汉币 5块钱的汉币 一时段最平坚的汉币 最平坚的 一般外食的话 大约到 5块到12块钱 一般外食大概10块到12块好比 就是过得还蛮艰难是不是 就是 适合要 进大西块钱 进大西 所以 很多男人 他们这种 就是自己 有多 有点 他们这种关系 其实 还是会不会这样 关于这个 其实这种钱 不都很好 如果你现在 目前中国 遇到的 遇到的 如果你是个华人 就是说 华人也 才完成也好 就是说 他们基本上是 不用不起 当地的 就是说 就 圣 就是说 他们又要 其他国家的 背包合身 有点困难 是因为 他们没有办法 接受这种 额严价的行 就是这种 严价的行资 是专门 雇用华人 华艺人 一个澳洲的员工 没有 那你所在的 85度子 一个澳洲的员工 都没有吗 没有 就 遇到我们 全身的 还有吗 那第二个问题 对于85度子 有什么看法 就是 是台湾人 请勿台湾人 对于 喂 喂 那 关于 小姐的 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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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我觉得 这 不是 我觉得 你今天是 台湾 新疆 新疆 台湾 老师 主持 传 他 已经 进行 到 新疆 你把我課程處理,畢竟他們不是在台灣,他們都會說,告訴這個法律 可不可以再說一次,剛剛的問題可不可以再說一次 剛剛沒見過 我希望他們就是說不用審職的時候,請按照當地的法律 尤其是第一天的獎金,不用這些背包盒還有一些很大貨的經典 好,那你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我這邊有一點要補充,就是說 我會說,軟貝公司的那個開單,他有附上,他如果我盜竊就跟他盜竊的事情 然後接受他通常的盜竊 但是,我認為,如果我發送已經7年,他如果在澳洲開業,他喜歡,不管是為了要接受人事成本,還是深海流走在澳洲法裡面,他就要有勇氣接受澳洲的盜竊 好,謝謝你,那我們連結先到這邊 那最後呢,我們聯盟有一些以下的一些呼籲跟訴求 第一個,我們嚴正的要求,85RUCY 我們的台灣之光,台資企業85RUCY 應該公開出來道歉 因為從Ilan這位當事人的說明,以及我們所掌握到的資料 85RUCY在澳洲所僱用的,至少華裔,當聽到華裔,包括台灣人 在內,這些台灣人的薪資都是遠低於澳洲當地的最低工資的 這個部分,85RUCY應該出面出來道歉 以及返還所有這些被害人,這些當事人他們的薪資 他們欠多少就應該還多少 不管是過去或是未來 包括過去曾經在澳洲受僱於85RUCY的這些 不管是背包客也好,或是其他人也好 85RUCY都應該要主動的返還這些基本工資 這些薪資的差距給這些當事人 不然的話聯盟不排除 我們聯盟已經在聯絡澳洲當地的工會 以及政府單位 不排除進一步的在台灣跟澳洲兩地進行抗議跟抵制的活動 今天只是一個開始而已 在這邊我們要嚴正的警告85RUCY 請不要再犯跟過去一樣的錯誤 第二個,我們呼籲所有在澳洲或是其他地方的打工度假者 都應該出來爭取合法的薪資 在澳洲的話,如果你遇到了相關違法的情況 請勇敢向澳洲的平等工作監察署做一個投訴的動作 或是向聯盟做一個聯絡 那我們盡可能來協助你 第三個,馬政府跟非常非常多的國家 做了所謂的打工度假簽證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相關的勞動部跟外交部 應該更積極主動的提供更多當地的這些勞動條件 或是勞動法律的資訊 給我們這些想要出去做打工度假的這些朋友們 來得到更多的這樣一個相關的資訊 來保護我們的國人,不要受到不當的活學 好,那我們的記者會就先到這邊為止 那各位記者,有什麼想請問? 請問我們 得到合國人的資訊 考慮 整個金剛才 到達大了 那些資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